1989年六四三十二週年前夕 已堅持了30年的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燭光晚會 兩度被港府禁止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稱 香港通過《國安法》後 結束一黨專政口號要尊重中國憲法 6月1日公布的民調顯示 僅百分之四十七的香港人支持平反六四 創十八年來新低 在6月1日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回覆記者提問 能否喊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時清 《國安法》為香港帶來重大影響 環境已經改變 要尊重憲法 1989年6月3日深夜至6月4日凌晨 中共政權派軍隊清場 武力血洗在天安門廣場和平示威多日的學生與民眾 據維基百科資料 在2014年美國百公解密文件顯示 當夜約有1萬454人死亡 4萬人受傷 在32年以來 中共當局嚴厲禁止大陸民眾提及六四事件 試圖將其暴行至中國人記憶中徹底抹去 美國之音在6月2日報導 前身在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 在2021年 連續第29次做六四事件週年民意調查 在6月1日該所召開記者會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 有47%的受訪者支持平反六四 相對其他中國城市享有一定程度致致的澳門 其當局自2020年開始 禁止民眾舉行六四紀念活動 中央社5月26日報導 澳門警方文件宣稱歷來民聯會舉辦的六四集會 宣傳內容坤挑戰中央當局權威 大挑釁、誹謗、違反刑法典條例抵毀罪等 今次具有相同違法性質 拼稱民聯會無法確保集會可符合防疫要求 在1989年參與黃雀行動協助營救大陸民運人士的 香港藝人岑建勳在5月31日表示 沒有一個政權可以阻止我悼念六四 自由亞洲6月1日報導 岑建勳呼籲香港人繼續表態 無論香港出現什麼情況有多大的打壓 我們自己對自己良心負責 我不可以集會 我伸個頭出窗口外大喊 在6月4日那天晚上 拿著一支蠟燭在窗台 都是一種表現 良心是不能被壓服 不會邪惡一方面永遠贏 在6月1日 華人民主書院 台灣人權促進會等多個台灣公民團體 召開記者會宣布 六四當日下午4點 將在台灣市自由廣場設置悼念庭 以獻花悼念追悼六四被屠殺死難者 予受打壓的義士 當晚在網站舉行紀念六四線上悼念活動 全球網友透過網絡點起燭光 一起為六四死難以示祈福 台灣是2021年亞洲唯一合法舉辦六四悼念地區 華人民主書院倡議指任郭力軒表示 亞洲僅存台灣可紀念六四 作為過去曾參與香港六四的夥伴 我們在嚴厲譴責中共的同時 更責無旁赦將六四的紀念精神 在台灣延續下來 在5月31日 8964遇難者家屬團體天安門母親 發表六四事件32週年濟文 認為解決六四慘案 是中國共產黨與北京當局迴避不了的責任 濟文表示將公開提出三項訴求 公佈死者名單 賠償遇難者親屬 追究當年下令開槍責任者其法律責任